被征召为口罩国家队的微信力实业有限公司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更加的严峻 为了协助花林县政府和学校做好防疫的工作 特别捐赠了4万片医疗及口罩 分配给花林县偏乡的82所国中小学 还特别在捐赠仪式上加码2万片 希望能够善尽社会企业的责任 协助校园防疫 让学童有充足的口罩 未来也会将爱心捐赠给弱势和地方的团体 寒冬送暖 近期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转为严峻 而国内253天本土零确诊也在日前破工 促使民众对疫情的危机感再度升高 位在新北市领口 被征召为口罩国家队的微信力口罩工厂 在与台湾旅游交流协会理事长赖瑟珍的牵线下 特别捐给花莲县82所偏乡国中小学4万片口罩 第一个能够稍稍释出一点口罩的时候 我跟我的业务副总说 我们不是要去卖口罩 我们去送口罩先 所以今年我们决定了几百箱的口罩 来做捐赠的时候 我就赶快问问我们姐姐说 花莲我可不可以去 因为你要送餐品给人家的时候 要人家喜欢 那我也谢谢县长给我这个机会 再次的谢谢 看到这么温馨这么感人 我想先让请你接受我 我要再加送食箱过来好不好 谢谢 我们希望学校口罩不是完全的提供 而是提供给真的需要的孩子 像有一些妈妈可能都外地工作 阿公阿嬷年纪大了 可能没办法跑到浴里 跑到比较利用去买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口罩提供给这些孩子 那当然提供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些感受 所以我们会私底下用其他方式给孩子 让他知道这个是社会的爱心所提供给他们的 那如果家长的能力 我们还是鼓励家长要自己去采买这样子的防疫资源 包含8000片成人口罩 16000片大同及16000片幼幼口罩 董事长并大方在捐赠仪式上 加码捐赠10箱2万片 除了预防新冠病毒 同时也有助于流感及肠病毒的防治 期盼三进七的社会责任 给予全校全方位的保护 未来也会将爱心获其捐赠落实及地方团体 记者讲方言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